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群作用 群往往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数学里面出现的 它往往伴随着一个叫作用的概念 那么群作用最简单的情形就是群作用在集合上面 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个进行一个学习 好 我们让G为任意群 S为任意集合 那么我们定义 G在集合S上的作用 是把G里面的每个元素 G对应到 S上的一个映射 P小G 我们用G的下标来表示元素G所对应的映射 这映射是从S回到上的 并且符合 两个条件 第一个 当我们有G跟G匹 对任意的G跟G匹 在群G里面 我们要求 G跟G匹所对应的 两个映射的复合 是等于 他们成绩 GG匹的成绩所对应的 的复合的映射 因为我们前面知道 我们有一个从S到S的映射 那么我们可以 复合两个这样的映射 我们仍然得到一个 从S到S的映射 第二 我们要求 对于 G里面的横等元素E 我们要求 这个E所对应的映射 是S上面的横等映射 好 我们先证明一个 群作用的一个简单的性质 最基本的性质 每一个 对应的这个映射 都是 其实是一个双射 并且 每一个元素 跟它的D 是 互为 D应神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命题 我们只需要证明后半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 当我们找到一个映射 以及它的逆映射 那么我们就马上可以知道 它必须是个双射 可以吗 足够证明 后半部分 那后半部分怎么证明呢 我们用到 这两个性质 我们知道 我们这样子 复合两个映射的话 我们应该得到 对应的乘积 所对应的映射 那么 我们就知道 根据群里面的乘法 我们知道 它们 每个元素跟它的D 相乘是等于横等元素 就我们得到 S上的核等逆射 那么 相同的 我们如果在另一个方向上 进行复合 我们也会得到 同样的结果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两个映射 是互为逆映射 也就是所以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 所对应的 映射 也必须是个双射 好 现在我们来给几个群作用的例子 大家熟悉一下这个概念 例子一 我们让G为任何群 任意群 S为任意集合 那么 我们可以定义 我们把 每一个元素 所对应的 作用 我们把它定义成 总是 S上的一个横等映射 那么明显的 它们可以回去 证明一下 这个是符合 群作用的两个条件 但这个作用 群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其实对应的映射 就是把 每个 把集合里面每个元素 放到它自己本身身上 也就是说 它对S 我们想象 群作用的时候 我们一般把S 想成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整体 然后把每一个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成为一个点 也就是说 G 把每一个 S上的点 放到S本身身上了 而不是把它 转移到另一个点身上 所以 我们就说 G 其实在S上面 这个作用是不能体现出来 就完全是没有 任何的作用 我们把这个作用叫做 平凡作用 把这样的作用 称为 平凡作用 好 我们看例子二 例子二 我们前面 定义过 有一个集合 N 它是由 N个元素 所组成的集合 那么 我们在上面 我们可以定义 SN 这是N次 N次 对上群 它是 所有 从N 这个集合 到自己本身的 双色 所组成的 群 并且在上面的群层法 就是 它的 硬色的复合 那明显的 SN上的元素 会作用到 N上面 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个双色 所以 我们定义 我们对于 Sigma 在SN上面 我们定义 Sigma 对应的 作用 在S上 为 Sigma 自己作为 本身作为一个双色 所以 所对应的 那个S的像 也就是说 这个 N次 对称群 我们有 N个元素 我们在 这个 这个作用上面 我们这个N次 对称群 就把 这个 N这个集合 有没有元素 进行一个置换 所以我们把 SN里面的 每一个元素 也称之为一个 置换 把他们元素 重新置换一遍 好 我们下面再给一个例子 再给 再给两个例子 例子 当G为任意群 我们可以定义 我们可以把G 看成 自己看成是一个集合 那么G 可以作用在 自己上面 事实上我们 有三个常见的作用 我们首先有 主作用 主作用 我们把 我们计为 Lamda G 我们不用 不再用 V那 我们用 Lamda G 那Lamda G 作用在 H上面 事情 我们把它定义为 G跟H的 成绩 那么大家的成绩 那么我们 可以 回去 验证一下 这一个作用 符合群作用的 两个条件 第二个 我们有 右作用 有左作用 我们就有右作用 右作用 我们用 Row来表示 Row G 作用在 H上面 Row G 就是一个 从G到G 自己本身 一个双色 那么它作用在 GH上面 我们定义为 这样子一个成绩 我把 G 等D 又存在 H上面 大家想一下 思考一下 为什么 我们需要 把GD 我们需要 取G的D 而不是G自己本身 还有一个 也是很长 个人作用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就有个 供恶作用 我们G 可以供恶 对应 对应每一个 G里面的元素 G 供恶作用 作用在 元素H上面 是 我们定义为 H 在G下面 一个供恶 大家可以 验证一下 供恶作用 也是一个 群作用 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供恶作用 其实是 左作用 跟右作用 同时 发生的时候 是个供恶作用 左作用 右作用 然后我们 左作用 G 右作用 G D 我们就发现 这其实 供恶作用 这是得到 我们的供恶作用 好 下面我们来讲一些 符号上的习惯 当群 G 作用在S上面的时候 我们习惯 把这样一个作用 计为 G 小曲线箭头 S 另外 我们 把 元素S 在G 对应的 映射 非G 下面的像 我们把它 也会计为 G1.S 就是G 作用在S上面 得到的元素 好 下面我们再来讲 两个定义 当群G 作用在G1.S上面的时候 我们称 我们称这个作用 是 简单的 当且简单 横等元素 所对应的 映射 是唯一的 唯一对应 大家简单 横等元素 1 是唯一对应 横等映射 S上面 横等映射的 群元素 比如说群里面 其他 非横等元素 都会 都不是 对应横等映射 也换句话说 如果 小G 是一个 非横等元素 的话 那么小G 必然 我们只能找到一个 结合上的元素S 使得 G作用在S上面 把S移到了 集合里面的 某一个 其他地方 另外 我们称 一个作用 是传递的 当前紧张 对于 任何的 S跟S匹 在S上面 我们有 我们能找到 群里面的 某一个元素 某一个元素G 使得 G 作用在 小A上 我们得到S匹 也就是说 得到这幅 这幅图 也就是说 对于群里面 对于这个 集合S里面的 任意两个元素 任意两点 我们总是能找到 一个群的元素 使得 这个元素 在S上的作用 就把这一点 带到了这一点 现在是一个 传递的作用 好 我们前面讲到的 例子里面 一般的 我们看他们 那些作用 是不是简单的 是不是传递的 一般的 频繁作用 既不简单 也不传递 因为明显的 如果 如果我们的集合 有多于一个元素 并且我们的群 也不是 频繁群的时候 那么 这频繁作用 除去 除去横等元素 群的其他元素 都对应着横等映射 所以它就不是简单的 另外 因为 这个 这个频繁作用 不会 不会对 集合里面任何元素 产生任何的作用 它们把每个元素 都固定在 在它原来的地方 所以它也不是 传递的 那么另外 我们还讲到 N次对称群 在这个N元素集上的作用 这个作用 大家可以回去练习一下 练习证明一下 它是既简单 又传递 可以回去练习一下 证明这一点 然后 任意群居 在它自己上面的 左作用 跟右作用 也是 既简单 又传递 我们用左作用作为例子 为什么 左作用简单呢 我们假设 如果左作用 Lam的G 是等于横等映射 在G上面的横等映射的话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 G里面的元素H 我们都有 GH 等于H 自己本身 左作用 左作用的定义就是 左作用G 在H上面 就等于 我们把GH 乘起来 然后根据 这个我们假设 它就等于H 自己本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同时 右乘H 我们得到 G 其实就是横等元素 一 也就是说 任意 任何 对应横等映射的 左作用的元素 都是横等元素 所以它是个简单的作用 另外 传递的作用 假设我们想 把H 传递到H 这个点上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想找 想找到一个G 使得Lang的GH 等于H 那我们知道Lang的G 是等于GH 那我们想要 找到G 使得GH等于H 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要同时 右称H的力 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 找到 G G其实只要等于H H力 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这个元素 左作用在H上面 就可以把H 带到H匹上 所以这个作用 也是传递的 好 在讲完作用 简单作用 跟传递作用之后 我们下面来讲 下一个概念 轨道 我们先让G 一个群G 最后在一个G H上面 我们定义 我们在H上面 可以定义一个 等价关系 我们定义 元素X等价于X 等价于Y XY 是S里面的元素 我们定义这个 当前仅当 存在 一个元素 G 是的 G X等于Y 也就是说 在几个S里面 我们说两点 X 跟Y 是等价 但是简单 我们能找到一个 群元素G 把X带到 Y这个点上 下面来证明一下 这样一个 关系 是一个等价关系 首先我们 要证一个 关系 是等价关系 我们只需要 证明 等价关系 三个条件 可以 第一个条件 自反性 对每一个元素 X在S里面 我们总是存在 横等元素 E 在G里面 我们知道 E对应的 总是横等映射 所以 E 把X 映射回 自己本身 所以 X 虽然X 有关系的 第二 对称性 如果 X 是等价于Y 那么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存在 元素G 使得GX G作用在X上面 等于Y 那么现在我们找到 我们可以找 G等D 那么G等D 作用在Y上 就等于 G等D 作用在 我们把上面 带进去 G作用在X上面的 这样一个 结果 那么根据 群作用的 定义 两个作用的 复合 应该等于 群里面 两个作用的 成绩的复合 两个元素的 成绩的作用 所以我们 把两个 两个成绩 乘起来 那么这个 就等于 横等元素E 作用在X上面 也等于 X自己本身 那么我们找到了 一个元素 G 作用在Y上 我们得到X 所以Y也是等 加于X的 对于传递性 如果X等 加于Y Y等 加于Z的话 那么存在 G X 我们知道 存在G 使得G 作用在X上面 等于Y 并且存在 H 作用在Y上面 等于Z 那么我们只要 复合这两个作用 我们就可以得到 HG 这样一个成绩 作用在X上面 其实等于 首先我们用G 作用在X上 再用H 作用在它们的结果上 H作用在Y上 就等于Z 所以我们找到了 一个群元素 使得它作用在X上 等于Z 那么X 就等加于Z 那么 这样我们就 证明了 这样一个小曲线 是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 在我们一个 在一个集合上 有了等价关系之后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我们要做等价类分割 那么 我们把 这样一个小曲线 所对应的等价类 我们成为一个轨道 为什么叫轨道呢 其实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描述 因为 当 S一个集合 那么我们看 在上面一个点X 那么 所谓的轨道 我们看 所有等价于X的 所有等价于X的 的元素 其实就是 能被 群 G里面的元素 所 作用在X上面 得到的结果 那么 比如说 G 我们G把X 大概是这样子 把它带动过来 那么 它上面的每一个点 就是 G 作用在X上面的 某一个元素 作用在X上面的结果 所以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 G 作用在X上面的 一个轨道 就是说G 你可以把G想象成 把群想象成一个 拉着X在S里面 移动的一个 这样的群 那么 这样一个就成为 那么它画出那条线 就是X所在的轨道 我们G 一般的 我们G轨道 为O 下标 所在的 所对应的那个元素 把它称之为轨道 说 解释口 12 20 19 9 20 20 20